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四家餐厅可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呀 第一家餐厅被称为是鱼缸里的餐厅 它来自于马来西亚 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惊讶不已 这种餐厅是真实存在的吗 这些鲸鱼在地上游来游去要怎么吃饭呢 水漫得这么高 吃饭的人不会一不小心滑倒吗 其实这也是这家名叫美人鱼餐厅的独特之处 老板为了引起顾客们的注意 也是费尽了心思呀 将整个餐厅的地板都变成了鱼缸 让顾客们能够边斗鱼边吃饭 如果再拓展一个鱼疗服务或许也不错 第二家是海面上的岩石餐厅 这家餐厅乍一看好像是一座海上的小岛 很少人会把它和餐厅联想到一起 但其实这家餐厅已然成为了桑给巴尔岛的象征所在 每年吸引的游客数以万计 第三家则是长颈鹿餐厅 当有着长长的脖子长相憨厚可爱的长颈鹿 遇上餐厅会装出什么奇妙的火花呢 这家餐厅坐落于肯尼亚内罗比市区的山庄 当游客来到这家餐厅用餐时 长颈鹿就会把那长长的脖子从窗外伸进来 看上去十分友好 让游客们都情不自禁地给他们喂食和抚摸 最后一家餐厅是建在空中的餐厅 这一家餐厅就坐落在我们都熟知的法国的爱菲尔铁塔上 这家名叫如勒贝尔纳的餐厅 距离地面足足有125米高 使顾客们能够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欣赏着爱菲尔铁塔外的绝佳视野 那么大家最喜欢的餐厅是哪一家呢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哦